請禮 李正 敬禮 請坐 我剛剛在休息後 我有想到一個事情也是跟 美國有時候跟台灣也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美國除了講清楚 還要標清楚 我把事情標清楚 就像我 昨天 昨天那個 我在跟那個 那個電視台那個製作小姐在談 以前那個我跟垃圾發生的一些故事 因為他們要做一個有關外國人跟台灣的垃圾的故事 我們以前那個補習班 那外面 那層樓有七八戶 以前我們那個辦公大樓 那外面那個走廊 然後有個露台 那個垃圾桶都放在那邊 那有一次早期 這個二十多年前對不對 那 那有人家 就放一些什麼帆布 然後他放一些 一些舊葉子在那裡 那我們幾個外國老師說 欸我去丟個垃圾 有人放一些舊葉子在那裡 我說好那我來處理 所以我就去去 我就把那個帆布稍微 稍微轉起來 那個舊葉子的帆布什麼 我全部放在垃圾桶 後來到了 到了晚上好像有一個人 在那個 在我們那層樓 就愛家愛戶在問說 欸有沒有人看到我曬乾的那個茶葉 那我後來我跟我太太講說 我那些東西什麼叫做塞乾的什麼茶葉 我看到人家放一些舊葉子在那裡 我就把丟掉啊 那就說他沒有表清楚欸 我相信如果是個美國人 他寫個小牌子嘛 就是我這個十樓五四 我是第五間 我是江先生 我這裡塞這個東西 請不要給我踩上 就寫個牌子嘛 讓人家了解 而不是放在那裡 OK 我二十多年前 我太太生第一個孩子 到今天她都講這個故事 我們在醫院幾天 我們在長江幾天 我就到馬上到院子中心 太太要去院子中心 我想好啊你休息啊 然後她給你吃一些東西啊 然後照顧小孩子 你很累嘛 你這樣對不對 不是家裡可以照顧得很好 而且她的家人都在中部 也沒有說很方便來做很傳盤的照顧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翻報紙 結果報紙那個時候有個新聞 就說有一個他們在家裡 就是那個媽媽 原來新嬰兒對不對 媽媽在忙 結果有她的一個舅舅或什麼 就到家裡 他就來 然後他可能上夜班什麼 他在家裡就很累嘛 他就哇 窗上一垮 就垮下去就睡覺了 因為他說看到的是一團的那個棉被嘛 他沒想到一團棉被裡面就是那個嬰兒嘛 所以睡到一半就發覺壓死這個嬰兒嘛 所以這個很不幸的一個事件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們小孩子在那個葉子中心 我就 我特別去買白色的後製板 我做一個牌子嬰兒在十處啊 我折一折 我就隨時他滾到哪裡 我就插在那個旁邊 有沒有 我就插在旁邊 每個人進來就說 欸 這一團棉被是什麼 我說嬰兒在那裡啊 我就覺得不要清楚嘛 不要清楚我覺得說這是一個基本的 結果我們沒有發生問題 還有到那個 我到後來他太太的妹妹來 她就說哇 你家裡怎麼到處都是延長線 因為為什麼我們到處都是延長線 因為那個 以前我們也聽過好幾個故事 那個小孩子在家裡跑來跑去啊 結果這個台灣的家裡 要嘛就是燒開水 要嘛就是燒一個大火鍋 那小孩子一撞到那個延長線 整個都翻了有沒有 所以我都隨時 一個延長線接一個延長線 所以不管你怎麼扣住 你怎麼拉都 都是很長很長的 不會把它拉過去有沒有 我都非常注意這個到每一個小東西 所以我盡量避免生什麼不幸 所以不要清楚弄清楚 注意到安全 其實安全是連over都可以 超過安全曲線你還是更安全這樣 我的想法也是一個基本的 所以以前我碰過一個歐洲的一個經理 好像是瑞士吧 它有一個機器是生產什麼東西 maybe是 簡單的說是生產那種像 我們賣那個泡沫紅茶的那個紙盒嗎 或是那個咖啡的那個紙盒 它機器可能是生產那個東西 他說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機器我們的工業水準 這個機器它不會壞 你跑10年20年 它這個機器不會壞 它一直就是給你生產 所以我們賣到台灣什麼東西 我們雖然跟他講售後服務 但是我們不怕 因為這個機器根本不會壞 他跟我這樣講 我說那非常好 你這個有這樣的工業水準 也不得了 聽說歐洲對這個機械的東西 真的是煙肉很透徹 那我說你這次來台灣是做什麼 他說我來修理我們的這個機器 我要到各個地方去修理 我說你不是剛剛說 你這個機器不會壞嗎 那為什麼還要去修理 他說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機器 譬如說如果它一天可以做7000個 7000個盒子 那如果說你必須一天做9000個 那你會怎麼做 我說那當然就是 就是買兩台嘛 然後慢慢做嘛 然後每天要一定做一點維修嘛 哎呀 他說台灣人不是這樣 他是給他加最快的速度 然後每天不斷的在跑耶 所以他就壞掉了嘛 他就會壞掉了 因為你用的不是這個 原來公司告訴你要用的方式 你超過他的負荷量 所以當然他就故障 所以他說在台灣 我們的名聲並不是很高 一般人都說你的機器常常故障 他說我們在歐洲 整個歐洲我們是零故障路 再來到台灣 我們是故障最頻繁的一個機器 所以他才跟我抱怨 這是真的不同文化的這個 但是我們要了解東西有它的使用的方法 東西有它使用的方法 配合人家的這個使用方法 才能做得很長眼耶 OK 所以這一部分是很有趣的 但是今天很多人接觸到我們 我們這樣的一個論述 就是說我們是跟美國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是美國的海外一個佔領地種種 那問題是你如果走出去去 現在我們進入很重要的部分 是你如果到社會上去 你開始跟人討論這個東西 那很多人自己以為非常的愛台灣 他馬上會要跟你頂嘴 他馬上要說你這個說法 是好像有一點在出賣台灣的 人家會這樣說 那坦白說我們覺得他這樣的反應 是因為他有一點誤解 那他的誤解我們大概歸類 兩三類 有兩三類 第一個批評就是說 你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OK 這個是第一個批評 第二個批評就是說 你想把台灣作為美國的一州 現在五十州 你想把台灣作為美國的五十一州 第三個你想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想聽到的是這三個 這三個東西 其實這三個都包含他的誤解在 不要忘記我們這個論述最大的成分是 台灣人管自己 台灣人管台灣人 這個是我們在自治 自己管理自己 自治過程中最大的目標是先全面提升 台灣人管自己 那你看我們公民傳立法 這個公民傳立法裡面有寫 什麼叫做台灣人 OK 你如果有興趣寫 寫信到這個中國時報 聯絡報 自由時報什麼的 每次馬英九說他是台灣人 你可以寫去抗議 他不是台灣人 我們這裡有台灣人的定義 1945年9月2號 日本投降 那個時候 在台灣有戶籍 的這些人跟他的後裔 這個叫做台灣人 OK 後來來的那不是台灣人 那是外來人口 OK 所以在我們這裡我們分得很清楚 第一個是台灣公民 你可以申請台灣公民身份證 第二個就是居民而已 因為我們是佔領地 在國際法上 國際法上沒有大量移民到佔領地 的這個動作 這個是屬於違法 你不能大量移民人口到那個 所以我們可以 站在台上 我們可以主張 他們這樣子過來的 像1949年不是200萬人來 那個全部是違法的 所以全部是違法 是什麼結果 結果是 我不承認他是本地人 就這麼簡單 他不是本地人 所以請問你 他有投票權 他不應該在這裡有投票權 美國真正的問題在這裡 喔台灣不要公投 是因為 忽視台灣人的人權嗎 No 是因為你先搞清楚誰有投票權 誰沒有投票權 你才能談台灣的前途 請問你 美國人去佔領伊拉克 那伊拉克要公投 那我美軍可以參與公投嗎 那為什麼他過來這裡佔領 為什麼台灣人投票 要談台灣的未來 為什麼他有投票權呢 這個不通耶 這個國際法上不通耶 他們沒有投票權耶 這個國際法是很明確的 所以他們屬於居民 我們屬於公民 有什麼事情 是台灣人決定 不是他們去決定 他們可以決定一件事情 是今天回到金馬 還是明天回到金馬 我們讓他們決定這樣的事情 但是不是談台灣的前途 所以 將來 那個 那個台灣民政府 在執政的時候 當然我們 我們是有 我們是有我們的理念 那台灣的前途 有台灣人去談 那至於過去他所談的這些東西 那是兩岸中國人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要說EQFA 那EQFA我喜歡的我保留 我不喜歡的 我一句話我就取消 那個對我沒有約束力 所以我不屬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做我們的取捨 基於法理上 他這樣不清楚 那同一個道理就是 台灣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領土嗎 你那個法理能拿出來給我嗎 我太太的妹妹在明城東路那邊 本來有個房子 那 後來 我們 就是要租給人家嘛 那個時候來一個 我們 登廣告 有來一個律師 他說住那個地方做律師事務所 我說好 結果我們去他的辦公室 跟他 他本來的辦公室用租的嗎 他在別的地方比較小 他又擴大營業 我們跟他談 後來他跟我們講說 誒你知道我在什麼什麼大學 我教憲法 這個時候我太太看我 我看我太太 誒 談憲法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層次 誒我在研究美國憲法 中國憲法什麼什麼 國際這些法律 誒不錯 他就說誒你可以跟這個 好像姓吳吳還是什麼 你可以跟吳教授談一談 誒我說誒很好誒 所以有一天 我們在外面吃個飯 在聊天 我就問他說誒 你做憲法教授 台灣有多少個憲法教授 他說那有好幾百個 我說那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們有時候有開會來討論憲法議題嗎 他說有啊當然有啊 我說那你能不能回答我一個問題 我外國人總是很好奇啊 是哪一年是台灣按照憲法程序 進入中華民國領土誒 把它整個併入啊 他就看我說我不知道誒 我自己在想 這個問題很奇怪誒 如果你問我 美國13個殖民地 什麼樣形成 美國憲法 是不是對他們有管轄 什麼什麼 我很清楚 我隨便一個大學生 我都很清楚誒 怎麼我問一個憲法教授 你的憲法在這裡為什麼在實施 就說你把這個地方併入你的憲法 都不知道誒 我當然他是我我們的訪客 我說那你幫我問問看好不好 好啊 一個月我又碰到他 後來問到了沒有 沒有問到誒 那我在想你叫什麼憲法 重點在於 我們所謂的聯軍 美國英國法國蘇聯 沒有任何一個聯軍 同盟軍認為1945年10月25日 是有任何領土主權 搬給中國 過戶給中國 沒有 因為國際法上這個不同 如果1945年4月25號是 領土主權過戶給中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伊拉克本來現在是美國的一州 因為伊拉克已經投降 投降日就變成美國兵墩了嗎 是這樣子嗎 那阿富汗某些省份投降了 那變成美國領土了嗎 國際法上沒有這種解釋 絕對沒有 什麼開朵宣言 什麼什麼那些 我告訴你 我現在如果我有一個房子 然後我就說 就算說 我要賣這個房子 我要給誰誰誰 裡面的影響 他說他要 我就說好那我給你 然後隔一個月我們談談 我要賣那個房子給你 後來那個影響你給我好不好 好 OK 到了一年後 我就說那個房子我要賣了 但是我要賣給別人 他說那那個影響你嗎 對不起我小姨子要了 好那這整個動作 這個前面的人他能主張什麼嗎 他能主張說我騙他嗎 我想在法律上不能成立 我說要給你是一種意向表達 但是我沒有最後的決定 最後的決定我給別人 那你能說什麼 對不對 而且是以最後的決定來 來做為定案 那已經定案了 所以 究竟山合併條約才是定案 前面講的這個計畫 有實現也好 沒有實現也沒有辦法 所以究竟山合併條約生效以後 不再談什麼開羅宣言那些東西 那個不再談 那個就談過了 已經評估過了 已經過去了 沒有給就是沒有給 所以10月25號沒給 和平條約沒給 OK 所以從同盟軍的角度來看 台灣是沒有給中國 和平條約也沒有給中國 那台灣怎麼會屬於中國的 不是啊 你在這裡 美國有個司法判決 1959年 他講得很清楚 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下的地 不屬於中華民國的國家領土 是他管轄地 但是不是他的一部分 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個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這個講得很清楚 那也有人提什麼 死效原則 對不起 佔領地沒有死效原則 佔領不移轉主權 美國佔領伊拉克 伊拉克還是伊拉克 美國佔領阿富汗 阿富汗還是阿富汗 佔領不移轉主權 也是國際法的規定 如果死效原則 如果我說我佔領60年 我佔領80年 變成我的 那就變成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那不通耶 佔領不移轉主權 所以死效原則是不能講 美國有個一個 中國學者叫做邱洪達 前幾個月看到 終於他受終正經 他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 死效原則 所以中華民國有台灣的主權 他對國際法的知識等於零 他是國際法教授喔 國際法教授喔 他對國際法的了解是零 因為這些水子 只有水國際法一半 他是水子會平時國際法 所以和平時期一般的那個 他沒有學戰爭法 戰爭法你誇到裡面 才談到佔領 他們以為蔣介石來這裡 隨便他解釋 我的地位是什麼 No 他在這裡所發生 他的地位 台灣的地位 種種那個在國際法 已經有很清楚的規範 那是要看戰爭法 連所謂獨立關稅區 在國際法裡面是佔領地嗎 或是以前是佔領地 那個都很清楚啊 美國有司法判決可以 他們看不懂耶 那個不容易看 要用很多腦袋過來 他們沒有看過 所以要了解到這些人所講的 而且目前社會上 有什麼新世紀基金會啦 還有以前黃造堂的那些團體 什麼這些人都沒有學過戰爭法 所以你問他說 今天台灣的國際地位是什麼 他不知道 你告訴我1945年4月25號 日軍投降以後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法理地位是什麼 台灣領土的法理地位是什麼 他不知道 他沒有辦法去分析這個 因為沒有學做戰爭法 他無法做這個分析 所以他們說韓的話 都不成立 為什麼美國就說 這次也不是有一個什麼 劉山山案 美國就一直說 台灣沒有主權 他就說台灣有主權 哪有 你領土沒有過戶給你 你沒有領土 你怎麼算是國家你 金門馬祖雖然屬於中華民國 但是你在別的國家的領海裡面 那不能另外成立一個國家對不對 所以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要說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能成立啊 那是他們沒有學過足夠的法理 這些法理 也是就回到我們的題目 這些法理 台灣是美國的一部分 你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州 你就算你碰到台灣人 他是留美的 他是學美國憲法的 對不起他不能分析這個 因為他沒有學過這個 他們美國的法律研究所也不教這個 他教的是律師要用的 哪一個律師有人請教他說 請問這個美國政府的土地 他在法理上的地位 然後他們要爭取人權 有人會跑到律師事務所問這個問題嗎 就算一輩子有一個case 他這樣子能經營他的律師事務所嗎 這種太稀奇的 所以律師 美國法律研究所沒有教這個 這個是以外的 這個就是說 美國的領土的拓展時 這種東西是很專門的學問 我們所用的司法判決 你問律師他沒有學過 他那些沒有學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慢慢累積 那些東西都在 但是一般人他不知道 所以你要碰到美國的法學教授 他能給你分析台灣的情形 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你這個講這個太偏離 你這個法理上不能成立 其實可以成立 他沒有研究過 他沒有研究過 他們知道美國憲法運用在五十周的情形 如果他知道這些 他已經知道很多了 美國憲法運用在海外領土 美國憲法運用在海外管轄地 佔領地的那種 這種學問太專門的 他沒有學過 所以他沒有辦法給你評估 他第一個反應是沒錯的 你必須說 你去那些網站 我們民政府有英文網站 台灣civil government 對不對 你在google台灣civil government 都查得到 或是中文網站 台灣民政府 你去查 你去看 那個上面的文章 不是你一天看的完的 你叫他們去看 你去研究那個法理 不要現在就給我說我不對 你去研究這個法理 你叫他們這樣 OK 那再者就是說 伊拉克也不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伊拉克也不做為美國的伊州 佔領也不是把伊拉克送給美國去 對不對 特別是伊州 很多人就是談到伊州 我們從來沒有主張台灣 做為美國的伊州 伊州在美國那個 整個憲法位置裡面 是最後一個狀態 所以美國有一個南北戰爭 一百五十年前 那什麼開始呢 南卡羅來納州 說宣布退出聯邦 那林肯就說不可以退出 他引述美國憲法說不可以退出 所以這個意思已經很清楚 你作為美國聯邦的伊州 那是結束了 你不能再懂 OK 南卡羅來納州 宣布退出 那就是內戰 為什麼他要退出 南部有很大的農場 他要有黑怒 啊北部很多工廠 他就覺得一般人就可以 我反對黑怒的那種制度 所以南北一見不合 他就說我做自己的國家 我不要了 我不要跟北部在一起 所以打了戰爭種種 我太太前幾天給我提醒 她在看那個電視 她看英國廣播電台的那個 經濟的那個節目 她就給我解釋 我說南北戰爭 他問我說南北戰爭 為什麼北部贏的 我說一般人就是說 林肯軍民的領導啊 我說他就說不是啊 講什麼林肯英明的領導啊 他說不是啊 是你北部有幾個軍官 稍微動了腦筋啊 本來英國要承認南部 南幫啊 英國要承認南幫啊 為什麼英國要承認南幫 因為南幫有棉花 英國的工廠要棉花 才能生產那些衣服 南北戰爭以後 那個貿易中斷 英國的工廠都都停止 人家都失業 人家都給黃 黃家很多壓力 趕快處理這個棉花的問題 所以英國本來要派權 去保護南部的港口 美國那個時候的海軍不是很發達 後來林肯跟這個軍官就想到了 欸對啊 他南部就外銷那個棉花賺很多錢 這個對我們戰爭不好 他從哪裡外銷 紐紅蓮 新盧蓮那個港口啊 那乾脆 所以我們就派大量的軍隊到那邊 佔領那個港口 不讓他的棉花蜴蜴 打斷他的那個貿易路 他沒有錢賺 南部慢慢地就垮台 南部垮台的那個可憐漉 當時他們把它拍攝下來 你有看過那部電影嗎 叫做飄 對不對 你可以去看 飄就是南部的整個歷史 哇 他拍得很逼真 後來他們就很可憐 就這樣整個賠掉了 然後北部人在全部給他 很多地方就全部給他放火 把它燒掉 整個地方撤為平地 所以這個是很殘酷的一段歷史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從這裡說明 就是說南北戰爭 一個州它不能推出 所以你作為州 這個就比較危險 你如果作為州 州是要繳聯邦稅 我們前一個小時不是說 獨立關稅區 關島沒屬什麼 威京春島 波特里克不必繳聯邦稅 我請問在這裡所有做的這位 每一年很踴躍繳稅給政府舉手 奇怪沒有人 是不是台灣人不喜歡繳稅 我看每一個事情 你就說我家裡要郵氣 你郵氣行給我估個價 他估個價 兩萬塊 你說那這個包括稅嗎 稅是另外的 如果不報就不報吧 每一個事情都是 在台灣都是躲避稅款 什麼事情都是這樣 所以台灣人不是很喜歡繳稅 那不喜歡繳稅 你起碼繳一點台灣稅就好了 不要繳那個聯邦稅 所以作為獨立關稅區 這方面就你的稅付 因為變成說 你回到美國 13個殖民地的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英國決定他繳多少稅 他們沒有發生的權利 台灣獨立關稅區 台灣決定自己台灣繳多少稅 而不是別人決定 這個叫自治嘛 我們自己管自己 我們決定我們多少稅 那現在我們不必負擔外交 不必負擔國防 而美國用我們的基地給我們租金 對不對 而我們調整一下其他的稅 就像我們蔡總理 因為我也是學經濟的 我跟蔡總理來討論 他說台灣最不合理的就是土地增值稅 他說這個是全世界已經廢棄的一個制度 他給我舉很多歷史 土地增值稅是 是對社會非常不公平的一個制度 他舉很多歷史給我 而且今天 前十年有兩個地方在用 一個是澳洲 一個是台灣 現在澳洲已經放棄了 不要了 因為那個造成社會很多不平衡 所以現在只有台灣在用 那個要廢除掉了 那台灣的地價稅呢 台灣地價稅的計算方式是很離譜的 所以他說你調整地價稅的計算方式 讓你取消土地增值稅 你稅收會更多 而大家會對得更公平的一個制度 OK 所以我們做這些的調整 那還健保我們做一些適當的調整 對不對 你今天回到我第一個小時講到公平 美國的基本精神 今天台灣有個健保 其實作為美國人 我們的健保 美國的健保 是很糟糕的 美國沒有很好的健保制度 歐巴馬試著去做 也碰到很多問題 現在還有問題很多 台灣這個健保 基本上可以調整 可以做一個好的制度 但是台灣的健保有些很奇怪的現象 我可以請個司機 我可以電話或是我電腦可以預約 我可以明天一大早 我可以開始從基隆 我可以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基隆沿路下來 我可以看三十個醫院 同一個病 我可以拿三十份藥 那那個藥幹什麼 我回到海外把它賣啊 我可以把它賣 我可以賺錢 我的律費都出來了 這個制度合理嗎 非常不合理 不可以這樣 本來你健保卡的用處 在健保什麼時候開始 1995年3月 1995年3月健保啟動 那個時候用健保卡的用意是說 我要查證有沒有人濫用這個健保制度 有沒有人濫拿藥 結果呢 他沒有查 到現在都沒有查 你問那個健保 你說如果我這樣做 你的系統會不會跳 會不會跳 說這個人亂看病 no 亂七八糟的 多拿藥 這個應該馬上 你看 你看一兩個 你看三個 拜託到第四個已經跳掉 這個人在到處看病 同一個東西 no 不可以 不可以 甚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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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它當作 嫌疑犯 說你 你 意圖來賣 這個藥 健保藥是給自己用喔 不是賣給別人 意圖來賣 這個藥罰款耶 這個可能要坐牢耶 他們台灣的人有查那個嗎 沒有 很多那個老兵啊 就這樣做啊 然後帶到中國去 把那個藥都賣掉 那馬英九有查嗎 絕對不查 所以這個亂七八糟啊 我們調整這些東西 我們節省很多錢 將來台灣的稅不是很高耶 因為錢太多了 錢太多了 我們就好好的做一些建設 然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好好有這些 補助人家創業什麼什麼的貸款 還有 我們司法制度 改那個英美的那種制度 其他的國他對你有信心 台灣一聽到什麼 自有心證 那你法法律沒有保障嗎 法官隨便判吧 自有心證 這個什麼叫自有分證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不看前面的判決 我隨便判 反正沒有對下一個case有約束力 這個制度是亂七八糟的 這個等於沒有法 所以你看三五個法院的判決 每一個男人北側 沒有一個道理在 所以隨便他拿紅包 隨便他談什麼 這個司法制度 而且那些人就像 報紙上不是強盛談什麼 這個人就說 對啊有那個就說 啊什麼 他非禮那個三歲女嬰 但是他沒有抗議啊 他沒有拒絕啊 這個人是法官耶 因為他沒有社會經驗耶 他是考試 一直考試下來 讓他自己做法官 美國的法官都有社會經驗耶 他必須先做律師啊 他必須有一層一層考啊 他有社會經驗 他有接觸到人 而不是台灣那個一直在鄉亞塔讀書 然後啪 調下來 他沒有結婚 他沒有孩子 他以為三歲女嬰 都有反抗的能力啊 而這種判決 亂七八糟耶 所以我有的時候 我跟人家講說 說不定台灣 沒有一個法官可以用 而有人說 其實對 沒有一個可以用 全部要換掉 怎麼換呢 就請美國人過來判 以前香港做英國殖民地的時候 都是用很多英國的法官啊 對不對 就請翻譯啊 講講講 好 這個重點是這個 好 30天 20萬港幣 好 下一個case 就一個一個判 他依據觀眾話都不會講 你重點是什麼 請那個翻譯來講 都這樣 而且 這樣子就是說 他知道正確的法律知識 他知道正確的法律知識 比知道那個語文還重要 他知道人權 他知道正當法律強序 他知道你財產要得到保障 他知道美國憲法給你的財產保障 這個比他會講華語 比他會講科語 比他會講台灣話還重要 他可以請翻譯 OK 讓我們有一個正當高規格的制度 OK 那 回到這個 談到這個憲法 你又會碰到一個問題 你跟人家談論我們的論述 他說 那完蛋了 如果我們跟美國發生關係 更接近的關係 如果我們美國憲法在這裡實施 那完蛋了 他說 我不敢去銀行領錢 因為銀行隨時會被搶劫 美國人人人都有槍 在台灣還得了 那這個又是一個誤解 因為他沒有學過 美國憲法在海外的那個管轄區的那種 運用的情形 他當然沒有學過 他了不起學過 美國憲法運用在五十九的情形 運用在五十九的情形 生命 自由 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還有陪審團制度 還有人有槍 買槍的權利 還有什麼什麼 但是很多這個 很多這個東西 是在 美國憲法的那個修正案 第一條到第十條 那個所謂人權那個法典 人權法典 這個十條有很多人權的東西 那些條文 不一定是運用在海外 那美國對這個也有司法判決 他有司法判決 因為以前 菲律拼以前是美國領土 夏威夷以前是美國領土 OK 加利福尼亞 加利福尼亞以前是美國領土 有一段時間 在座州以前 阿拉斯加 夏威夷這些地方 所以美國其實那個領土 美國一直都是一個領土 後來那個成為州 一個領土成為州 至少他的那一大塊 所謂美國大陸 48個 那些都 往西部拓展的時候 一個一個是領土 後來作為州 領土作為州 那後來美國西班牙戰爭以後 1898年 他開始有海外領土 Puerto Rico 那個關島 塞班島這些 所以他開始 他開始管理這個海外領土 這個海外領土叫做 衛和平領土 因為 他不一定將來是作為州 他不一定作為州 所以我們就知道衛和平領土 他最後的情況是什麼不知道 說不定他可以獨立 因為海外領土 他自己可以獨立 他不是一個州 Puerto Rico要公投獨立 他可以 或是他要成為一州 他也可以 在我們看起來 成為一州 好處對他來說不多 在我們的判斷 好處不多 他一定要繳更多的水 所以何必呢 對不對 那當然還有最後 最後有一天 台灣的模式最理想的什麼 就是像 就是像帛琉這樣 帛琉 連那國有席位 他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可以什麼說 你到那邊 他的人做什麼 在沙灘上 吃椰子汁 休息啊 他的國防呢 怎麼辦 美國包的 他的外交呢 美國包的 他叫做自由連接 他跟美國自由連接 不是隨便申請的 那是歷史的關係 所以因為他以前是美國的托管地 所以後來他身為國家的時候 他就跟美國維持那個 國防外交的那個關係 但是他聯合國也有一個席位 台灣最後有一天就被證監 那完全自治 自己管自己 難的問題給美國處理 那我護照不見了 我到美國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那個大使館 我就補我的護照 或是我碰到什麼問題 或是我旅行到什麼小國 那個海關要咬油 他不敢 他不敢 喔你美國發行的護照 好可以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補就可以 很清楚嘛 講清楚嘛 要嘛就給你落地簽證 大部分都是落地簽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很清楚的 沒有說 你要另外塞給他有什麼錢 不需要 那個人性尊嚴在哪裡 沒有 這樣不好耶 那我問一些那個導遊 我說 你這樣到處被卡 你去台灣有沒有 有沒有投書給報紙什麼什麼 他們導遊看我 你有沒有搞錯 我說搞錯什麼東西 他說何先生啊 報紙登的是新聞啊 我們台灣人在海外受到侮辱 這個是新聞嗎 不是新聞 這是天天發生的事情啊 我說哎呦這麼糟糕啊 他說對啊這麼糟糕啊 所以他說這個不是新聞 那什麼外交部 你看外交部這一次的那個 劉珊珊案子 本來說 喔我有外交什麼豁民權 後來過幾天說 喔我沒有外交豁民權 他這個劉小姐有做外交官的Visa嗎 沒有啊 他不是外交官耶 報紙在騙你 他不是外交官 他是有工作簽證 因為這個海外的代表處 他是台北什麼經濟文化辦事處 是中華民國的代表處 不是這個報紙在騙你 他不是中華民國是不是代表處 你看他整個入口所有的地方 沒有中華民國幾個字 沒有 如果有的話 美國大概給他撕掉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你是一個佔領軍耶 就這樣 後來1949年變成流亡政府耶 對不對 因為台灣沒有過戶給你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一個外交官 他不是一個中華民國的代表處 他有後面權也沒有 所以到後來你看報紙每天 外交部在改變他的說法 每天改變他的說法 後來他說 我放棄我的後面權 又在騙你 他沒有 你沒有的東西你怎麼放棄啊 對不對 他所有的報紙在騙你 喔你看 喔我台灣受到多少個侮辱 對不對 如果你看官方的歷史 你會覺得台灣很可憐 中華民國在台灣很可憐 我們的國旗拿不出去 喔我們做什麼不行 我爬到生母峰的山頂 我插下去 下一個隊就給我拿下來 唉呀 我好可憐啊 如果你了解官方歷史 你會覺得你受到很多矮話 很多侮辱 如果你了解聯合論述的那個整個正確的歷史 你會說理所當然 欺負在台灣最多的是中共嗎 No 不是 是你這個馬英九這個體系啊 欺負台灣最多的是他們 不是中共耶 你在國際社會上被欺負 不是中共的關係 二十年前中共還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力 你也受到很多欺負 三十年前被聯合國踢出去 那個時候中共沒有今天的那個經濟實力 那個時候所有的東西跟你斷交 為什麼 是因為他看清楚 這個情形啊 他看清楚 對不對 本來美國承認的是 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他承認的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我常常碰到那個水準說 一樣嘛 我說你告訴我他什麼時候美國或是這些國家承認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合法政府 你把文件拿給我看 跟那個 我前面說那個水準答案也是一樣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耶 我說那你幫我查查看 什麼時候美國承認 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合法政府 我幫你查查看 一個月後 我查不到耶 你查不到 那你要不要 你開什麼律師事務所 你談台灣的法律 你談台灣的選舉什麼 要不要全部停下來 到你查到為止再說 要不然你在講什麼 對不對 那你在國際社會上 你說得你受到不公平待遇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裡的政府 這個能叫做不公平嗎 好像不行耶 那你要不要查清楚再說 所以所有的人他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就在外面講一大堆 實際上的情形是 就是我們被洗腦的 我們被洗腦所有的這些東西 真理是什麼 美國人的基本精神 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什麼 所以一樣我最合理的要求 我最合理的要求 不偏不移的 很簡單 所有的所謂那個綠營團體 所有的綠營團體 現在綠營有分很多派 分成所有的人 先坐下來 先統一一個歷史版本 馬關條約到現在 到底發生了什麼歷史 什麼樣的那個法律上的解釋 我們先把它定案 今天他們有同一個歷史版本嗎 沒有啊 他們不知道台灣歷史啊 這個我從開始講到現在 一直講這個 他不知道今天在哪裡 他還在談未來怎麼走 那不可能走嘛 所以不要對綠營保任何的希望 他不會給你任何希望 再我告訴你 有人趴到我們辦公室跟我們講 他說綠營 96%以上的人 都跟中國有密切的來往 包括他的孩子在中國讀書 他的先生 或是他的配偶在中國投資 或是他們的親友 他的親戚在那邊投資 跟他們有密切的關係 你說他口口聲聲的說 我為台灣的前途再交響 騙鬼他不是 他是為他自己的利益來交響 然後他的利益跟中國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們都查出來了 也就是那個蔡英文早就派人去中國 跟他們有做談判 他就說 喔 合而不同 什麼叫合而不同 你以為文字遊戲可以解決台灣問題嗎 文字遊戲可以解決嗎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了解的 OK 我們要了解 這個是 台灣問題 他是一個專門 非常專門的學問 特別是 你要從美國的角度 你要談法理情 他所需要準備的法理的那個知識 是非常專門的 對不起 一般人沒有 你可以研究 誰都可以研究 那你買那個 新台灣論啊 什麼這些書 我們還有其他的書 有的是精裝的 買那些帶回去慢慢看 他裡面都有解釋 這個法理必須研究 所以你如果離開這裡 這幾天的收縮 你要鼓勵別人去 所以你不必 你不必要什麼 不必要用什麼高姿態 你就跟別人 心理氣合 你就說好 有這個新的論述 但是對不起 你不要批評 你先研究 我這裡有書 你要不要買書來看 你先看我們再討論 我們一起研究 你會發覺 事情不是以前 藍影跟你講的 事情也不是綠影跟你講的 那個都不對 OK 見證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台灣要走出這個迷宮 正確的方向是什麼 這個在這個書都有寫出來 OK 所以你跟人家這樣子交換一件 可能有一個比較 見識性的一個討論 然後大家 攜手 往前走 OK 所以今天 美國有些基本精神 我先談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請禮 立正 敬禮 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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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